恩典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 是 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 也回应神 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不只是我享受恩典 我也因着活在神的爱里面 我也回应主的爱 说主啊 我愿意为主而活 你要我做什么 我愿意去做 昨天我们在分享说 耶稣说祂荣耀的时刻 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那个荣耀的时刻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呢 那个时刻其实是 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的道路 我们昨天说 其实主能够得荣耀 我们这个人可以荣耀神 不是我做了什么 我想了不起愿意做的事 我们可以荣耀神 单单单是因为我顺服 我顺服神对我的命定 祂要我做的事 我去认真的做了 那就是上帝眼中的价值 也是我们可以荣耀神的部分 接下来耶稣就讲祂自己 祂是怎么样顺服的 祂讲了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一粒麦子 我读给你听 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记得前几天我跟你分享到说 这个实实在在 这样讲的时候都是强调强调再强调 非常重要 耶稣说注意听注意听注意听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 它就是一粒 但是如果它愿意死了 埋在地上 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耶稣说如果那个麦子说 我不要我有我的梦 我有我要成就的我不想 他讲说那个麦子 好像是那个种麦的人 把那个去年的那些好的 最肥的最好的那些 留下来那些麦子留下来做种子 第二年把它撒在地里面 那个麦力说 不会我这么肥这么壮 我长得这么好 我干嘛要埋在地里 我不要 我有我自己想做的事 我可以做这个 我可以做那个 但是耶稣说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真正可以荣耀神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 我愿意 我愿意降服 愿意说好 我就去做一粒麦子 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也有一个祂预备要你做的事 我相信你也会越来越清楚 那是什么事 只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说不清楚 是因为我不愿意 我记得在一个聚会里面 那段时间 我也非常清楚 神要我去做一件事情 可是我里面有很多的不愿意 当我不愿意的时候 我就给我自己找了非常多的理由 那些理由都让我都相信说 对 我就是不应该做这件事 我都可以说服我自己 可是在那个聚会里面 讲到的 那是一个特会 那位讲到的讲员讲完以后 带大家一起唱一首诗歌 就叫做一粒麦子 那里面有一句话说 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 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 我觉得主就光照我说 是的 寇少恩啊 你心里面有很多 你自以为 我就可以决定这样 我可以决定这样 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我为什么一样 一定要这样 主就对我说 我只像你一样一样事 你有没有放下这些呢 那天我跪在台前 一直流泪 我跟主说 是 不是我想做什么 可以荣耀你 我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顺服你 你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顺服主 这才是他的荣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